欢迎收看金融帕奥队的节目 好 那我们今天指数呢是开低走高 那今天指数虽然涨幅也没有很大 收盘就是小涨13点 不过今天指数是开低以后呢 拿开低以后上来 那礼拜五的时候 美国股市拉回 好 那我们今天开低走高 所以其实泰国还是相当的强劲 那当然我们也是反应在前面 所以呢 那最近市场呢 就指数下来后上去 上去后下来 好 那开低以后 今天指数开低走高 那成交量今天到位小一点 那779亿 好 所以收盘呢 在9787点作收 那涨涨13点 来 成交量779亿 那今天量比较小 好 那当然因为都已经12月中旬了嘛 那外资也陆陆续续 好 已经开始放假了 好 所以外资当然就过他们 准备过他们的耶旦节去了 好 所以呢 太股当然 好 量就稍微小一点 那不过现在已经到12月的下旬了 好 那所以从现在开始呢 那么指数应该幅度 波动没有这么大 好 就是说 指数因为外资放假去了 当然全指股这边稍微就会 比较停顿一点点 那重点就是在个股了 那尤其是在 明年爆发力大的股票 那么到下半个月的时候 就会走得更精彩 好 所以因为到下半年的时候 下半个月的时候 集团作帐也好 投信作帐也好 那这些都是一定要开始 所以到下半个月的时候呢 那个股的空间呢 会比指数来得更大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就是 指数今天呢 就开低走高上来 那我们先来聊聊个股 那个股它我们先来看看 这一档今天拉回的这一档股票 好 所以其实 上个礼拜是非常强势 那今天有一些杂硬 所以今天拉回 所以我们就先看看 今天下跌的股票 那先来看这一档 好 这是神盾 那么在礼拜三的时候呢 就开始往上 那礼拜三的时候上去 那么光学室的指纹变式 在拉鲁是为二 好 所以礼拜三的时候上来 那就收高起来 那礼拜四的时候 当然就持续喷出 那要继续大涨 好 我们看到 这是礼拜四的神盾呢 就到了211.5元 那亮灯涨停 就一路开始走高 那礼拜五的时候 其实就续创新高 那礼拜五的神盾 好 礼拜五 228块 好 又创新高 那涨得非常快 而且也是很短的时间 就快速往上 那今天的话就有一些 有一些传言 那有些市场的一些杂音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消息 然后再来看看这个后面的走势 好 我先来看看 当然今天就 短线就拉回了 那今天就拉回 那市场的报道其实 我觉得是 这应该算言过其实 就算有点超过了 因为事实上就我们查证的 也不是那个情况 那也不是那种价钱 所以这个是有点点 应该讲就是言过其实 算是很夸张 应该说就是 蛮夸张的一种报道 因为事实上就不是这样 那再来的话 其实真的事实应该是 应该事实上是 这就是一个新市场 好 事实上就是一个新的市场 那也是一个大商机 因为这个市场是 从屋到有刚开始的市场 那这个市场你要想就是 等于是 等于是非评之外的市场 等于是非评之外的市场 那扣除苹果之外是 还有三星 然后还有大陆四大手机场 那所以其实那个市场是非常大 而且是算全新的应用 那这个新的应用就是 明年就正式开始了 就要正式开始起飞 那出货来讲的话 第一季就开始出货了 所以其实是新的市场 所以真的来讲的话 应该就是新的市场 而且是大的商机 因为你要想想看大陆几亿手机 那个手机是非常大 那再加上三星的手机 其实加起来是非常多 那个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因为现在全世界第一名第二名 都已经不是苹果了吧 苹果现在已经是第三了 所以全世界第一大第二大 然后都是非评 然后第三大是苹果 然后第四第五后面也都是非评 所以其实这个说起来是非常大 那苹果其实是因为 就我们查证也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有点超过了 那而且重点是 那神盾的价格 本来就比汇底低两成 这是它的价格优势 它本来就比它低两成 这是它本来就有的价格优势 那所以价格优势 当然就很大的发酵点 当然就很大利基 那还加上这一次 它是最先拿到三星认证 那是因为它的技术有突破了 简单讲就是因为 它的技术上有突破了 所以它先拿到那个认证 那汇底都还没有拿到 对不对 汇底都还过不了认证 它就已经先过认证 是因为技术突破 所以第一个 它的价钱本来就比汇底便宜两成 那个是既有的价格优势 那个本来就是这样 那再来第二个 它会有爆发的意思 因为它技术突破了 所以它过了三星认证 那汇底都还没过 所以这是技术突破 再加上价格本来就有优势 所以其实那市场是非常大 那当然就是说 因为这市场很大 那1.2亿支 我们说1.2亿支其实只是四大手机厂里面的光学触控模组的机种 一开始的量 初期的量就已经1.2亿支 所以其实如果用1.2亿支 然后跟三星A系列的部分市占算两成四占就好 其实我们用两成四占来算就已经很高了 用两成四占来算的话 EPS贡献就已经到20块钱以上 这是纯粹就新东西 那其实1.2亿支是 怎么讲 就是说1.2亿支其实才只是部分 它还不是说整个市场 只是说市场一开始就可以先看1.2亿支 那1.2亿支会用的 就已经非常大 那1.2亿支里面只有中二两成的四占 就你稀额到两成 只有稀额到两成的话 就可以贡献到20块钱的EPS 但是事实上 因为它本来就有价格优势 所以这个稀额应该是不止两成 应该想说 其实现在新的法院去看的 回来讲的都不止两成 两成是很保守很保守的 很保守很保守的预估 那当然如果说价格再下来一点 那市场就更大 那市场就绝对是更大 就绝对是更大 因为你单单是稀额到两成 就可以拿20块钱的EPS 那如果价格再下来一点点 那四成六成八成 那都有可能 那如果是四成的话 等于是再多两倍 六成的也多三倍 八成的也多四倍 那规模经济会非常可怕 因为单单是只有到两成的时候 就已经到20块钱的EPS 那你价格如果再下一点点 量再多一倍出来 那个加起来会爆发力会更大 因为那个加起来的 规模经济的效应更大 而且量膨胀出来 量爆出来的更大 那量爆出来更大之后 绝对远远超过它 所以旧我们查证是 那个价格是严过其时 就不是那个情况 但是如果真的是能够比 现在讲的再低一点点 那其实那爆发力是比越来更大 那爆发力比越来越更大 等于你的出货 绝对是爆好几倍出来 因为本来抓的只是抓两成而已 只要单单是两成 就已经要20块了 20块是新东西 还不含旧的东西 旧的东西还是持续在出 因为旧的东西像S系列 三星的S系列 对 出侧边的指纹辨识 那个也还在出 那个也还是它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才讲说 那是严过其时 因为事实上的情况 就是新的市场 然后大的商机 新市场就是红屋到有 那现在只有先讲 明年大陆的1.2亿只 那事实上大陆 如果大陆再继续往下 发展下去的话 那1.2亿只不是最后 对不对 因为后面 趋势来讲就是后面 大家后面都会导入 对不对 因为就是不会用纸 连部辨识 那不用连部辨识的话 到后面再导入的时候 就不止1.2亿只 因为大陆全部自卫银手机 又不是只有1.2亿只 是1.2亿只的很多倍 讲1.2亿只只是 第一批 刚才使用光学指纹辨识的 那个就1.2亿只 那个部分而已 就那个部分 里面的20% 就可以供给20块 好 所以 当然如果价钱能够再下来一点 那对市场来讲绝对会更好 因为如果你价钱能够再低一点点的话 那个20%可能会变40% 或者变60% 然后再来市场有可能更大 就不会只有1.2亿 然后总而言之 这个市场一定就是越来越大 一定就越来越大 一开始是1.2亿只 以后可能2.3亿只 那再来整个大陆的整个智慧营手机的话 那又多好几倍 对所以趋势来讲后面这个饼就是从没有到有 从无到有的越来越大市场 那这一块里面的话当然 讲了半天就是只有两家 对就是只有两家 能够出的就是只有两家 只有两家能够做 那只有这两家的话你来分这个 当然饼越大越好 对不对 1.2亿只如果以后是2.4亿只 3.6亿只 对不对 那一定是更好 因为那市场就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就只有这两家分 所以怎么分两个人都有利 对不对 怎么分都一样 两个人都是一样 其实两个都会好 所以这个重点就是说 这个就是新的市场 那新的市场是大商机 所以其实 如果价格能够真的再低一点的话 一定是大宝吧 那就绝对不是只有1.2亿只的问题了 那一定是大爆发了 对不对 然后那再来对独家的厂商来讲 你市场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么独家厂商就更好 因为就没有别人嘛 就没有别人啊 对不对 你的市场越来越大 那就更多人来分嘛 就分到的东西一定更大嘛 你1.2亿只两个人来税额的话 对不对 如果一人税额一半的话 6千万只 那如果变2.4亿只 到一人税额一半就变成1.2亿 变3.6亿只 只要税额一半就变1.8亿了 更何况我们讲 明年多贡献出来的20块 是1.2亿只里面的20%而已 那只是20%再算 那如果说价钱低一点点的话 那20可能变40 或者变60 所以那个量会非常大 那个量大的时候 那效果可能会更大 把贡献出来的规模经济的效果会更大 因为你量变大了嘛 那再多好几倍出来的话 那绝对是更强啊 所以我就想说这算是一个假利空 简单讲就是一个假利空 反正呢就是言过其实了 那重点就是一个新商机 所以这个呢 对新厂商来讲就是非常好 对独家厂商来讲就非常好 因为没有别人 所以其实 有些股票后面就还是会上去的啦 还是一样往上 那所以现在 当然到12月中旬的时候 就是锁定明年的标股了嘛 就锁定明年的新标股嘛 就是说明年要大成长的标股就对了 锁定起来就对了 那其实该涨还是会涨啦 该涨还是会涨啦 该喷出的也还是要喷出 所以锁定就对了 那么来看另外一个低价大标股 来看这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的话就十几块钱嘛 非常便宜 那当然跟油田是同一个产业 跟油田同一个产业 那最大股东是油田 那当然是因为这个产业好 所以呢 这还是算是后来新进来的大股东 那当然会进来当然是有原因的嘛 就是因为产业很强 那一个产业好通常还不会走一家好 而且两个人合起来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宗教 对不对 因为很多东西就是 可以前后段整合的嘛 对不对 或者可以一站制的 就是一条龙式的攻击嘛 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会在 会在这个时候 算是入主它 当然也是有 也有大家的道理啦 要不然的话 其实产业好不好 当然是里面的人最知道 所以大股东是油田 那债手定贷税很高 那当然油田已经涨很多了 因为这是油田 50块钱 这就11月的时候 就是11月的时候50块左右 有没有就这个位置 有没有大概50块附近 这个不久前 然后那到现在已经80几块钱 已经占上八字头 所以从这里上来的话 其实一口气就是六成 那当然是涨很多了 那重点不是跟你讲油田 因为我跟你讲的是 另外一个非常爆发力的股票 因为油田以前也是从低价开始的 也是从低价涨上来的嘛 那另外一档的话呢 就是一样非常爆发力的 另外一档低价的股票 所以其实低价股票的时候 是空间更大 对更容易有大的空间 因为低价的股票涨五成 也还是低价嘛 涨一倍也不高嘛 尤其还十几块钱而已 涨一倍也就三十几啊 三十几其实也还是低价 对还是涨很低价 更何况获利就已经非常强 因为第四季获利就很好 那再来明年的获利也很好 那再手订单又满满 那个手上订单都已经 就已经接很多了 就已经很明确了 所以那获利当然好啊 那更何况股价还现在还这么低 就十几块而已 好所以呢你看 事前都跟大家讲 那你也可以先买好 那该涨的还是要涨 该喷的还是要喷 对礼拜四你把它买好 礼拜五你就可以直接赚钱 礼拜四你买了礼拜五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赚钱 股价只有十几块 那今天其实是创新高 对啊今天其实在创新高 那还没有涨停 但是呢 说礼拜五你可以赚钱 今天你也可以继续赚 其实就是你每天都多赚啊 每天都多赚啊 那他还没有正式喷出嘛 等到正式喷出的时候 当然力道就很快 那通常在正式喷出之前 都会先暖身嘛 这很多都这样啊 在正式要喷出以前 都是先开始往上面 对不对 先暖身 没有涨停 但是涨不停 然后再来就正式喷出 那速度就快了 那重点就是说 再手订单已经超过了十亿 已经远远大于他一年的营收 所以你说明年好不好 明年就大爆发 明年绝对大爆发啦 因为东西都已经排满了嘛 那第四季就已经赚五毛钱了 那明年就是两块以上起跳 好所以呢 以前两块钱的时候 他的股价是三十几块 那其实那个是很合理的 因为国外的同意也都是 二十倍左右 所以如果打一点点折 两块钱的时候到三十几块的话 应该算很合理 因为那样的话就是 差不多十八倍左右 这算很正常嘛 因为国内国外的话都二十倍嘛 所以国内第一点点打一点点折 那也都十八倍 那重点是 以前赚两块的时候股价是三十几 那现在开始要赚两块 有没有 你听到重点没有 现在开始要赚两块 那开始要赚两块 股价现在就是刚开始 所以股价现在也十几块 那十几块就是最好不过 因为你总不可能是三十几块在买嘛 你一定是现在买嘛 那你现在买的话 当然就是开始慢慢涨 对就一路往上嘛 那再过一小段时间回来说 你看就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一字头 很快就会到二字头 二字头看到三字头也不过分 因为以前本来合理的评价就这样 好所以呢 连续两天都可以让你 越买越多越赚越多 那重点是有量有价 所以该喷出的股价 还是一样会喷出 该大涨还是会大涨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 就记得要锁定好了 因为现在就十二月的下旬 十二月下旬 所有的重点都是在个股上面 尤其是明年有爆发力的股票 就怕它不震荡而已 有震荡当然你都要锁定好 对不对 后面有大空间的股票 要涨五成一倍的股票 有震荡你都要把握 拉回很好的机会 就怕它不震荡而已 就怕它不回头而已 有回头有震荡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 所以都锁定好了 还没有跟上的 当然一定要跟上 好那当然今天是礼拜一 对不对 最礼拜的第一天 那等一下我们要讲另外一个 这个礼拜的重点 因为呢 假日做也已经预告过了 就这个礼拜 另外一档 要锁定的股票 那等一下跟你说 那我想你如果还来不及赚钱的 或者你还没有赚到钱的 你有错过前面的 都没有关系 来记得等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讲 持续一定要锁定 那这是另外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拉标股 那还没有跟上的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待会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那所以标股更好就好了 尤其是明年有爆发力大的股票 那因为本来就是 现在到年底 所以现在所有的重点都在明年空间大的股票 应该说明年大成长的股票 明年真正新的主流标股 那这种股票年底的时候就会先开始涨 而且呢 拿获利又越来越强 东西又独门的股票 好 它涨起来都非常快 也就是说通常一发动之后 上去以后 你看一段上去以后 大概就不回头了 对不对 上去又创新高 创新高后震荡一下 然后又创新高 好 这其实就是多头的走势 就标准多头走势 所以要锁定好就是 第一时间一定要跟上来 该买的时候要买 所以其实 你看最近 这小段时间里面 那其实 真的重点就是在个股 真的在个股上面 而不是在指数 因为指数就上上下下 就上上下下 那外资又去放下去了 所以后面 指数 大概就维持在这个区间 维持在区间里面 但重点 所有的人的重点 全部放在明年有什么标股 明年有什么股票要喷 有什么股票明年是获利要成长很多的 要大爆发的 对不对 获利要成长五成到一倍的 然后明年要大好的 大家都是那种股票 都是锁定那种 要把人换股也是这样子做 那就是要把明年好的锁定起来 对不对 明年有空间大的股票 对不对 一口气大 那个合理的目标价 还有很大空间的那一种 就锁定这一种 所以现在就是 好的股票还是要锁定 而且有时候 第一时间是很重要 对不对 第一时间 发动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上 对 你一定要跟上 因为你跟上就差很多 那一定差很多 你如果没有跟上 后面就没有那个低点给你 就没有了 这基本上就不会有 因为它就一段比一段高 对不对 一段一段 一直喷出去的时候 你如果前面没有跟好 没有跟上来 你要等它停下来的时候 那就更高而已 那就是更高 对不对 它的位置就更高 但也没什么低点 所以其实就是标股要跟好 对不对 90块钱 对不对 你就一定要跟好 因为你一上车之后 那整段都你的 那整段就你的 对 你一上车都整段都你的 也没什么低点 那后来你看到的 都是越来越高而已 都是越来越高 那中间当然偶尔会震荡一下 当然震荡的时候就是 对不对 下来有限 上去又是直接冲爽停 下来又震荡有限 然后上去以后就创新高 你根本就等不到什么低点 为什么会这样 我跟你讲 就是一大堆筹码大家等着 就像 那如果能够下来一点 是一堆人等着要买 对不对 把人都锁定好 下来是一大堆人要买 因为这个后面就大爆发 每年就大成长 好 我们来看90块钱 对不对 你看其实根本没低点 对不对 根本就没有低点 对不对 就是一路上 所以越早跟上来是越好 就标股 明年大成长的股票就是更好 有没有 113创新高 对不对 120创新高 那其实也等不到什么低点 也震荡一下下而已 震荡一下下以后就创新高 然后 123创新高 对不对 所以其实 随时也还是要创新高 因为第四季开始就大好 第四季开始获利就大幅成长 然后明年也大好 所以明年一个股本是 这个是很合理可以期待 甚至还可能会更强 对不对 那以下的股价来讲 那P就很低 对不对 更何况如果要比价 那空间更大 然后有新的东西 所以它根本就没有什么低点就这样 因为很多人等在下面买 那你觉得会有什么低点吗 对不对 下来碰一下就上去了 对 也没什么低点 然后一起玩就创新高 对 创新高又涨停 然后涨停震荡一下后面又要涨 所以我说标股要更好 那最好方法就一开始就跟上 就一开始就跟上 一开始就跟上绝对最好 你就可以马上赚 对不对 因为 本来就是有爆发力的股票 一开始发动点的时候一定要跟上 对 就直接跟上来 那跟上来的话 你整段后面都会是你的 你一定不会漏接 对不对 你跟好之后画面上来之后 整大段你都可以直接赚到 而且那空间又够大 所以记得一定要锁定好 那当然这个礼拜接礼拜一 那今天是 今天是还没有买 那重点就是明天要开始买 来 我们这个礼拜的新标股 好 所以预计 明天后天大概两天的时间 两天要全部补给完成 所以明天就开始大买 那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礼拜的新标股 所以你还没有跟上的人 其实就直接跟上来 对不对 因为 明天记得就是要跟好了 那明天之后后天 其实还会买 那预计是会连买两天 那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 一起来赚拿钱 因为这个就是爆发力非常强 而且数字也漂亮 再加上又全新的题材 所以这个是合很大的空间 好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注意 就是明后天 我们要这个布局完成 这个礼拜的新标股 那其实新标股你跟上就好了 因为呢 常常新标股就是 其实讲太多都不如你第一时间跟上 因为你第一时间跟上 这是最容易赚的 而且空间又最大 对不对 那往往你如果第一时间没有跟上来 你等几天之后 那价钱就差十万八千里 那就差很多 那差很多之后变成你买也不是 不买也不是 那就很尴尬了 对 所以我说你一开始就直接跟上来就好 对 明后天我们就要全力完成幕局 那重点是这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股票 而且重点是大概爆发力很大 所以当然今天就有人问说 这个目标会有多少 那我觉得啦 真的讲起来应该先看五成吧 因为这个五成这个很合理啦 因为合理的评价就是这样嘛 也就是说合理的评价来看 现在就是浅长五成空间嘛 那当然如果市场更热一点的话 那也许就更高 但是不管怎么讲 五成我觉得你是很容易可以赚钱啦 那更何况明天跟我们一起买是最好 对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跟我们一起买是最好 对 我都事前讲喔 每一次我都事前预告喔 事前预告就是让你可以轻松的跟上来 而且绝对不会留结 好 所以明后天就要布局完成了 这个礼拜新标股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呢 记得我们这个礼拜还一档要继续来大赚 那这档新标股呢 就明后天就要布局完成 所以想要赚新标股的 还没有跟上来的 你前面没有赚到的朋友 就从这里开始了 那记得赶快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联络 因为呢 那我想时间也剩不多了 所以呢 记得无论如何 就赶快跟上来标股 没有其他的考虑 就是先跟上来再说 赶快先赚钱再说 还没有跟上 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联络 一起来就拿钱 也就是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新制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明天见